当着男朋友的面 和三三在车里亲热 这真是杀人诛心啊 关键三三也并非单身 家里还养着一个 你现在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吗 有 但是快结束 我们正在分手中 我跟他提过很多次 但是他一直不愿意 不会解决我的问题 我是真心真意想跟你在一起的 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委屈 被当场抓包 海青并没慌张 他早就想挑明了 可平均一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现在好了 我一直都想要找你解释 你都不肯听 你不想两个 解释你爱上了另外一个 然后要接受这一切 是吗 但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只有那一次 你没有骗我 心疯我没有问 你居然听我说 我没有做任何决定 我承认 我很爱严肥 我也很爱你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 只是这茶言茶语 真的是正随三观 这是两个都爱 要三人一起的节奏吗 所以这就是他 对吗 你爱了爱你 只有离开 那里面就是他 对吗 离开一下 我说别永远都曾经 但别的怪我心 平均终于硬气一回 他一直放在心肩上 小心呵护的爱人 居然当着他的面 和别人亲热 他真的没法忍吧 只是这么快 就着急哄人真的好吗 能不能有点骨气啊 我知道那很重要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我怎么会 想要去弄你的话呢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好 你还记得 我们可以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只要你不要再见颜飞 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继续下去的 先不要再说了 我们先安静了 更加炸裂地来了 海青爸爸突然回国 就这么水灵灵地撞见 俩人抱在一起 还好大家都是成年人 小心退出 给大家留点体 不可思议的 昨晚才被招包的渣渣 一晚上就把品君哄好了 这技术也是相当了得了 老爸也是爽快人 他了解自己儿子 但不会放任不管 希望品君先离开 他自己会照顾儿子 可怜的 就这么被扫地出门 无家可归了 自从他和海青 海青空居 学校的宿舍就已经退租 现在临时申请肯定来不及 只能骗海青 自己住到朋友家 实际只能在餐厅大堂里 随便对付一晚 第二天一早 又跑来送海青上学 他爱海青 过去的事 他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但绝不会放手 我们当作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也不要再提颜飞的事了 让他过去吧 我们都不要再提了 我很爱你 绝对不会放弃的 海青爸爸 突然要把这个老宅卖掉 带他去美国读书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海青一时难以接受 那么他会接受 爸爸的意见去美国 还是留在国内 解决现在的三角关系 或是继续这种另类的平衡 点赞关注 看一下题 也许 我去美国 对我们三人都好 原来你还放不下了 是我们三个人 那你慢慢考虑吧 不用此 我们 不要再见面了 只要再来找我 只要传简讯给我 不要打交给我 我都不会玩 我都不会玩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